在小程序注册新的用户就是去把用户在一面上输入的用户名密码 还有电子邮件的地址发送给注册用户用的那个接口上 现在这个注册一面上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路由地址 名字可以叫做api route user register 对呢直就是注册用户用的那个接口的地址 这里就是users-ve-register 再找到一面上的注册按钮的试驾处理方法 就是这个ontap submit button 在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先去把用户输入的user name password还有email的值从一面的数据里面拿出来用一下 然后用小程序提供给我们的wxrequest这个接口 去发出一个请求 请求的地址就是api base加上api route user register 请求的method就是方法是post data就是请求里面带的数据 这里面要包含一个username password还有一个email 成功以后会调用这个success方法 这里我们可以先把服务端返回的响应输出到控制台上面去检查一下 注释掉其他的代码 回到模拟器我们可以再去试一下 这里显示的就是一个注册一面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用户名 小雪再输入一个邮件的地址 小雪at.net 设置一下密码 按一下注册 成功以后小程序会把得到的响应输出到控制台上面 在data这个属性里面包含的就是创建的这个新用户的相关的信息 回到网站的管理后台 刷新一下 在这里会找到刚才我们从小程序那里面注册的小雪这个新的用户 这里我们可以先清理一下之前测试用的这些用户 只留下这几个用户 选择删除 应用 然后确认删除